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赛马娱乐新闻 迎界马王时事精彩 今季第四次屈居第二 在八周年纪念银瓶 输给龙鼓飞扬 错失三年把机会 不过做到了骑士 潘明辉另一项三年记录 就是连续三年赢得三级赛 希望这辆火车继续向前 早日成为一级赛的冠军 趁着这个机会 一起看下骑士榜形势 说这么快去到二月 马桂亦都过了一半 骑士榜前列 倒是他们 闷点 不如转去看看 几位过江龙的表现 前世尼冠军骑士涉恩 19年开始来港拆剧 经常屈居亚军的他 被马迷封为二拉王 是涉恩 有一个第二 金贵的头都开得一般 去到十月才凭霹力狂龙开斋 总于坐反正一次了 涉恩 霹力狂龙 不过开斋之后 手工慢慢变顺 来到二月 已经收获九场头马 代表作就是凭着 净净波 胜出香港经典一理财 熬过逆境 勇奪大赛 好励志 一边两边 三边 四边五边 轻松赢出这场赛事 法植骑士賀明年 不知是否因为热爱 爬山攀石呢 臂力惊人的他 善骑后上马 被称为后敬年 获得全季牌照之后 成绩稳步上仰 更加在沙田晚场 登上高峰 不是这个高峰 是单日赢马高峰 1月17日 他先后凭 金庄令 齐齐有福 亭海掌声 挑霸神区 和疾风鸣区 获得一天5分钟 暂时是今年单日 投马最多的一位 我们必须继续续续续续续 香港是很困难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必须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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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直骑斯科件事了 上季尾来讲的他 虽然一直没有代表了 不过原来他不止和 罗富泉 姚本辉等等的华仓有交收 和高东尼 赛神尖等等的大仓 一样合作愉快 吴声吴声已经取得15分 目前在骑之榜 就和史卓峰 国能等等咬手瓜 希望他可以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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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一場頭碼也算是有個交代 神蘇的合約暫時就去到2月14日 希望他可以把握餘下的時間 爭取更多頭碼 不過3月立即有新騎士上陣 他就是巴西籍騎士馬雅 不知道他會為香港的馬壇 帶來甚麼變化呢 如果這位外籍騎士 有機會來香港客船 肯定會令賽事更加精彩 兩屆南非冠軍見習騎士霍雲昇 剛剛火拍彩虹橋 贏出一級賽大都會錶 見到兒子又這麼好成績 霍利時都難掩興奮 Luke要獲得這個賽事 因為這個賽事 我已經獲得第二次 我父母也沒有獲得 所以我們很高興 Luke能夠把家庭的獎牌 在獎牌裡 很棒 我們會肯定要他在香港 他如果他來到這裡 他會有最好的獎牌 如果他來到這裡 所以我們會看 我們會看 我們會看 如果他會做一個應用 然後他們會看 早前宣佈有起的 史卓峰姐姐 Whitney又傳來好消息了 因為她和男朋友 剛剛定了分 這麼幸福 史卓峰當然是立即恭喜姐姐了 可明年又登頂了 這天她抹著女朋友 去到獅子山山頂打卡 風景超美 星期日的第九場賽事 方家拍好像有點敏鎮 賽後叉了腰感質問雷神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合作呢 接下來星期三晚 他們依然有合作 應該沒事的 希望雷神可以幫她 拿幾場頭馬 讓她米菜菊氣 變回菊草王 今集賽馬娛樂新聞 時間又夠了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Bye